全球景气复苏力道不佳 国内出口连续5个月衰退 财政部昨天就公布了6月出口金额大减 降到了230亿美元 跟上个月相比衰退了一成 而去年同期相比衰退的是13.9% 6月的出口金额只有230.7亿美元 它是99年10月以来单月的新低水准 6月出口创新低恐怕拖累国内经济 看一看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6月出口金额只有230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衰退了13.9% 创79个月来新低也是今年以来 连5个月出口逆成长 财政部表示6月出口货品中 衰退幅度最大的就是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方面6月的出口74.2亿美元 是102年8月以来的单月的新低水准 年减9亿美元减幅达到10.8% 已经连续四个月衰退 11项出口货品中 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大幅衰退 包括金属制品和去年同期相比 少了43亿 年减17.2% 另外硕像胶也少了37亿 年减17.7% 自通讯产品衰退更严重 出口金额少了38亿 年减率破三成 但专家学者并不悲观 认为油价止跌 加上许多影响出口的不确定因素 已经开始消除 台湾下半年出口 渴望止跌反弹 油价已经止跌反弹 回到60块左右 那下半年再跌的机会其实不大 日元 日本央行也说他不要再贬值 加上美国要升息 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最近希腊问题 造成欧元的贬值 如果这几个问题都消除的话 我觉得有望在电子业产品的带动之下 出口可以慢慢回复成长 台湾外貌一纯度高 出口占国内GDP七成 其中又以电子产品支撑台湾出口 学者认为下半年是电子业的旺季 渴望持续待旺台湾出口 记者黄立委张国良台北报道